PickPick的跟我們早上介紹這個時間配雷統 但是它又有不一樣的功能 那你可以先找到我們這邊 這裡 有沒有一個PickPick,點開 是不是有一個這個程式 知情就好了 那預設的話呢 我忘記你們的版本是英文還是中文的 但是它有中文 有中文,所以我們看一下 因為呢 這個應該是中文的 我幫你們切換過去了 那這個地方呢 跟我們早上的會有一點點不同 不過功能是雷統的 我們來看一下它本身提供的 擷取畫面功能 有沒有更多 那它除了 畫面的擷取以外 也有什麼放大鏡 也有白板 所以其實你簡報上也可以用 那我們主要是用它的螢幕擷取功能 所以我們來看看如果你想把這個畫面抓下來 有時候我想要把這個畫面抓下來 那你來這邊 按一下 這裡 擷取 大部分我們最常用的就是舉行區域 我要 舉步而已嘛 按著拖曳 好 放開 是不是就抓起來了 嗯 抓起來之後呢 你看看 顏色 先挑好 你看 在這裡 這基本功能沒有什麼問題 換好 有沒有一些內建的 你要換這樣是不是也可以 這個 OK 再來 看一下 旁邊這裡這裡 你看 它的箭頭 除了有標準的 這一種的 我最喜歡的就是它還有這一種箭頭 因為呢這種箭頭你這樣一搭 有沒有自己 有曲度的 對不對 這樣我就比較清楚嘛 那你要馬賽克的話 你就把這個地方 匡選起來 馬賽克一下 這樣有沒有馬賽克一下 左上角 有沒有 因為我有匡選範圍嘛 你如果沒有匡選範圍就整張喔 嗯 然後呢 好了之後 我們常常會用到 啊 步驟一 有沒有 步驟二 你要不要自己那個 三 你常常在做步驟不是要這樣嗎 是 有沒有這裡 也可以自己改 但是它會照著那個 幫你 弄下去 這樣還不錯吧 對不對 嘿 就是像這樣 那麼今天呢 我再抓另外一個畫面 好我要抓這邊的畫面 一樣的 其實你也可以用我們的 這個 請問可不可以用這個抓 早上那個sineface呢 一樣可以抓 抓完了複製就好了 你就來這邊 開一個新的檔案喔 這時候跟剪貼布是一樣大就好了 好我就把它打開 一樣大 Ctrl加密 有沒有貼進來了 所以我兩個就會像這樣合在一起用 因為呢 我剛剛抓了第二個 第一個還在不在 還在啊 我可以隨時取用啊 它也只要你程式不關掉 我就可以繼續用 那麼 文字這邊也都是一樣的功能 它還有一些所謂的特效 有沒有 特效 所以它的 影像處理的功能 比較多 而且又加上我剛剛那個 誒步驟的啦 箭頭的啦 那最後你做完了 你就可以把它儲存 看你要存什麼格式 就是標準的圖片格式這邊都有 這樣了解吼 所以我也順便分享一下 給你做參考 來還給你 因為這個官方本身就有提供免安裝版 所以你就直接點兩下就解決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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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